新竹工业区带动湖口经济发展与就业 但地方常有塞车问题 县府计划把荣光路拓宽为四线道 而县议员吴淑君就指出了 中央只补助900公尺 要求县府把剩下400公尺也一并做到位拓宽 县长杨文科一口答应 湖口厢为新竹县的工业重镇 让生活机能再提升 县议员吴淑君就针对湖口厢的旧派出所规划 新工派出所改善 以及荣光路拓宽延伸 争取一次做到位解决拥塞问题 我们湖口厢的荣光路 那感谢我们新竹县政府跟中央争取了4800万 但是原来的长度是1300公尺 那中央只有给900公尺的这个预算 那差了400公尺 然后感谢今天在总质群的时候 县长来支持我们荣光路的拓宽 折付我们的公务处来找这个经费 让我们整个荣光路1300公尺 可以顺利的来设计发包出去 解决了我们湖口厢塞车的严重的问题 根据县府资料显示 新竹工业区目前约有490家厂商 就业超过6.5万人 景陵的凤山工业区预计也有19家厂商进驻 再增加千人就业 吴淑君就指出 目前县府计划在荣光路拓宽1300公尺 但只争取到了900公尺的改善经费 要求县府要一次做到位 对此县长杨文科在议事堂上一口语诺 剩余的400公尺路段 县府会承担下来拓宽 公务处则说明会改为四县道书解车潮 完成设计今年下半年就能发包 供期预计一年 荣光路我们总长是1300多公尺 那我们目前已经决定就现有的路况 要把它改成四县道 然后后面的部分是因为有牵涉到 水利地要加盖水沟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正在协调沟通 也就是分两期来兴建 而且是立即来做 同时这个经费不足的部分 我们县府全力来支持 另外也关注旧派出所 规划为亲子妇幼馆 中心公园打造共荣市场域 以及校园师生快筛问题 为当地发展瓶颈一一解套